品味电影回忆美好时光 欢迎来到葫芦娃小剧场第49期 我是光哥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具备深刻郁郁的科幻片 说的是地球全面冰封 仅存的人类在一辆绕着地球转圈的列车上发生的故事 雪国列车 2014年人类自作自受 对空发射人造冷却纪CW7 想要抑制全球变暖 谁知把地球冻成一个冰球啊 仅存的人类登上W先生制造的方舟牌列车 靠涌动机引擎 开始绕着地球周而复始的转圈 W先生把列车车厢按照社会阶级高低 从前往后做了分配 所以无数难民挤在列车尾部车厢里少一缺食 欧先生跳出来砍断自己的胳膊腿 让大伙分食成了尾部车厢的首领 列车一开就是17年 这些年里难民在欧先生的带领下也没消停 发起数次反抗 虽然次次死伤惨重 但总算获得前车厢提供的蛋白块作为食物 可是难民的孩子总是被带走 不知去向 想要阻止难民会被当场将胳膊冻成冰棍 然后直接一锤子砸得粉碎 如此压迫怎能不群起反抗 欧先生在前车厢有个内应 内应负责传字条指挥他们采取行动 按照内应的指示 杰克救出安全设计师南弓 带上南弓具备透视超能力的女儿安娜 一路杀到控水车厢面前 蘑菇头带着乘警前来阻拦 双方在黑暗的隧道里展开殊死搏斗 当然环绕着主角光环的杰克胜出 抓住了蘑菇头 蘑菇头贪生怕死 提出由自己带领他们到引擎车厢 条件是W必须死 欧先生让保镖猴哥和几个难民跟着杰克 踏上寻找W的道路 自己带领众人留在供水车厢修养生息 随着车厢门一节节打开 杰克看到果树在结果 蔬菜在泥土里茁壮 鱼儿在水箱里熬油 甚至还有鸡肉牛肉供应 这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舒爽 前部车厢的孩子 接受了系统的洗脑教育 他们聚在窗户前 观察三年前掏出 没走几步就被冻僵的逃离者 坚信只有列车才是他们生存的唯一希望 杰克当然不能这么轻松 就抵达引擎车厢 给孩子们洗脑的女教师 摇肾一遍举起机枪 猴哥一个飞镖甩出 女教师瞬间领了合法 穷尾不舍的玉井不依不饶 死死咬住杰克不放 难民死了是一个又一个 剩下杰克和南宫九死一生 来到引擎车厢 他和南宫坐在地板上喘息 南宫说 自己一直在观察外面的世界 17年来啊 外面的血逐渐融化 南宫要离开列车到外面去生活 杰克对南宫的提议 嗤之以鼻 开什么玩笑啊 动死你 南宫制成C4炸药 杰克死活不肯让南宫炸开车门 W紧急出现救场 W说 一切都是自己和欧先生的计划 17年来 每次尾部车厢起义 死掉的难民 都是为维持列车生态平衡买单 杰克脑子一片空白 怎么可能啊 会砍断自己手臂的欧先生 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啊 W递给杰克一张刚写好的字条 青天霹雳 真的是一样的字迹 W真的是欧先生的内应 欧先生执行计划不力 被W下令爆头 杰克看到这一幕 一拳打晕W 这时安娜找到在地板下保持机械运动的小孩 杰克这才知道 尾部车厢被抓走的孩子被当成了隐秦的人工耗材 杰克毛色洞开 让安娜炸开车厢门 一声巨响过后大地剧烈震动 雪崩将勤进中的列车冲得七零八落 大部分车厢坠落山谷 活下来的只有安娜和从隐秦里救出的孩子 茫茫雪国有生存的希望吗 萌萌哒的北极熊出现 好奇的看着雪地里的安娜 有生物活着 人类害怕活不下去吗 一辆搭载人类希望的列车 保持列车正常运转究竟需要做些什么 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标准 那么维持一个稳定社会的运转 又要做些什么呢 为了地球母亲 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 不能等到地球不堪重负那一天 才反省当初肆意妄为的一切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这次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 喜欢葫芦娃小剧场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关注评论哦